姜叔叔 你听好吗 不管你是先是妖是人是鬼 你这辈子都是我力无忧的罪爱 公子 属下把那个领头的夜叉教训了一顿之后 故意放他走 并一路追踪 发现他果然进入了魔君的领地 为避免打草惊蛇 我没有继续追下去 看来魔君已经知道 楚楚的存在了 肯定会对他下毒手的 公子 不如属下直接礼命过去 打他个措手不及 不行 你们女孩子却太危险了 要去应该是我们男人去打的头仗 二殿下 这是在质疑月影的能力吗 不不不 月影姑娘 自家是绝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 好了好了 如今敌案无名 直接伸入虎穴肯定不是办法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事 魔君一直暗中监视了这么多年 我肯定知道我不会使用法力 为何迟迟不动手杀我 现在反而对楚楚下毒手 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 莫非 公子身上有什么 他们十分忌惮的东西吗 父亲留给我的除了暗威 没有别的东西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可能在陛下那儿 那这简单啊 直接去问父皇不就得了 我知道了 这能跑起传话的活儿 肯定是我去了 我跟你们说 不用去了 说草草到 草草又到了 又怎么了 父皇已经来了 无用 其实朕从未讨厌过你 只是不知道 不是我想经历的 不是 这就是 说 你们 如果 你的 raph 愧对你母亲所拓呀 这柯顶魂珠 是你父亲要交给你的 你守好她 关键时刻 可救你的命 有时间的话 就带那个丫头进宫来 陪朕吃顿饭 您是说楚楚 这个丫头胆子可是不小啊 竟然为了你 连朕都敢骂 不过 她倒是有几分 你母亲当年的倔劲啊 让我爷爷给你吃 你怎么回来了 你和陛下谈得怎么样 很顺利 初初 嗯 谢谢你 没有啦 你们要是能解开心结 就最好了 对了 送你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别打开 以后再打开 以后再打开 那你要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弄丢她 听到了吗 李无忧 我其实想跟你说件事 其实我 其实你是小红娘 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小哥哥 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 你爹娘呢 送给你吃 很甜的 滚开 别害我 干嘛那么凶啊 你这个样子 会让爱你的人难过的 没有人爱我 也没人在乎 怎么会呢 就算现在没有 以后也会有的 别担心 我将来一定帮你找到 真正爱你 懂你的人 你是谁 我是 丑丑 快回来了 哎呀 我要走了 小哥哥再见 别到处乱跑啊 你这个小糊涂虫 身份暴露了 你都不知道 完蛋了 我本来是下凡来 执行任务的 但是现在却自己 跟你在一起了 我担心月老爷爷 又是知道了 乔叔叔你听好吗 不管你是先是妖 是人是鬼 你这辈子都是我 力无忧的最爱 无论是谁 都不能阻止 我跟你在一起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说呢 在我心中的梦 停格在清晨的街口 你真多 我 为什么不继续啊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出处 我立无忧要赵高三姐 正式娶你为妻 明儿 母后 找儿臣有事 你呀 是不是又想偷偷跑到别院去 没有啊 儿臣是去 御书房找父皇 这乔楚楚啊 不知道给你父皇 灌了什么迷魂汤 最近对那妖怪 真的是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 母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呸 谁跟他一家人啊 一个半人半妖的怪物 你可要离他远点 这妖怪 天生带诅咒 才害得你皇兄早早夭折了 嗯 明儿 为娘只是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万一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 啊 明儿 本宫还约了丁千金过来赏花呢 该日再说吧 这小子 难道有牺牲人了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惩治一下那个不懂规矩的小野丫头 干吗呢 困了就回去睡觉呀 嗯 可是人家想多陪陪你吗 嗯 那我陪你一块儿睡 啊 可是你不是说要等到重视成亲之后子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正常睡觉 想哪儿去了 不过呢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我 我们 不不不不着急 我一点儿不着急 不不然啊 不然我们都别睡了 我们来聊天吧 你想不想听神仙们的去神 嗯 可以啊 那你的故事保陈吗 那肯定啊 南天门周刊的狗仔大仙跟我关系最好 上至灵霄宝殿的玉皇大帝 下至玉玛兼毕玛温 他们所有的八卦 我都了如指掌 那你给我说一个你觉得最好玩的事 嗯 嗯 他们都说 月老爷爷和太白金星的关系 一点儿也不好 他们都以为呢 嗯 是他们的八字相宠 其实啊 其实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 都喜欢白花仙子 但是白花仙子喜欢的 居然是卯日星君 是不是很好笑 嗯 挺好笑的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呃 呃 我觉得今天 不太适合听这么多笑话 容易睡不着觉 嗯 改天吧 有道理 哎 那你教我写字吧 嗯 干什么呢 我说你们两个 大半天的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可怜的伤心人呢 吴明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 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吗 我知道 可是她的心像石头做的 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你们在说什么呀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啊 初初 啊不 表嫂 能帮我个忙吗 不 表嫂 求你帮帮小弟 可以啊 什么 你不是月老殿的小姑娘吗 嗯 可不可以麻烦你 帮我把我和月影姑娘的红线给牵起来 原来二皇子殿下喜欢月影姑娘啊 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乔楚楚帮人做媒 那可是最厉害的 一会儿 我假装成 盗贼偷袭 你 趁机冲进去英雄救美 记住 动作要快 我说 你这招能行吗 想让一个女人爱上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样 可可可 可是你不是 放心 我有经验 你再等着抱着美人龟吧 好 二殿下 楚楚姑娘 你 你们怎么在这儿 月影姐姐 那个 不然 你先救救二殿下吧 本来我的计划呢 应该是天衣无缝的 要我怪就怪二殿下 你实在是太倒霉了 那不都成了美女救英雄了吗 救美不成反被救 可待英雄出孤生 没事 没事啊 咱这次不行 下回再找别的办法呗 难道我此生注定孤独中老吗 老天爷 你何其残忍啊 你哭得很假你知道吗 别哭了 我认真问你 如果月影一直不答应你的话 你会听从皇后的安排 迎娶高门贵女吗 当然不会 那如果皇后娘娘一直都不同意呢 我礼物明发誓 此身非荣月影不娶 畜生 你在胡说什么 儿臣相取荣月影为妻 和我母后撑去 混账 我看你是被鬼迷了心窍了 堂堂花圣果嫡皇子 天下名门千金任你挑选 你偏偏要选一个来路不明 身份下贱的女人 母后 儿臣已经决定了 她追到再说吧 这婚姻大事 你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啊 免了 也得要问一问 人家姑娘的意思 不用问了 我答应 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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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子和楚楚姑娘安排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二皇子吗 我 我也不知道 那 你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机会呢 我和她之间的地位千差万别 而且 皇家子弟本来就是薄情的 谁又能保证 她是不是只是图一时心心而已呢 什么身份尊备啊 月影 你就如同我亲妹妹一样 被她立无名绰绰有约 至于是不是真心的 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承蒙殿下真心相待 月影 必不相复 这 这反转来得太突然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不行 本宫不同意 除非本宫死了 否则绝不同意这门气势 皇上 你倒是说句话呀 好了好了好了 看来我们皇家 要办喜事了 表哥你听我说 有话快说 别带我去找初初 母后我昨晚 又哭又闹又上吊 一直吵到三更半夜 她非要我取消婚事 那是你的母后吧 自己想办法 你 对付她你比我有办法 你别看母后平时 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连我父皇都不放在眼里 其实这个心里呀 遂处你 公子不好了 初初被皇后娘娘的人 带走了 表哥 走 娘娘 初初姑娘带到 让她进来 皇后娘娘您找我呀 好大的胆子 见了本宫 居然不下跪行李 参见皇后娘娘 乔楚楚 本宫自问待你不保 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 皇后娘娘 您这是哪里的话 我对于皇后娘娘 您的敬仰之情 那是如同长江之水 滔滔不绝 又如同黄河之水泛滥 川流放死 少在这儿东拉西扯的 历无忧的是 本宫可以不过问 可是吴明 是本宫唯一的希望 本宫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她 皇后娘娘 二殿下能和鲜爱的人在一起 那是天大的好事 怎么能算是毁了她呢 俗话说得好啊 应差十座庙 都不毁装婚 在姻缘簿上签了字 三生石上刻了名字的情侣 那可都是百年才能修成的缘分 皇后娘娘 您这又是为何如此执着呢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难怪历无忧 都被你迷得团团转 可惜本宫不吃这一套 来人 给我撕乱她这张嘴 是 有话好说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我看你了 这张嘴唇 你不见过 你不见过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了